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叫组织学 我们看看组织学的定义 那么一般来讲 我们说组织学是对人体组织 以及这些组织是如何组成器官的这么一个研究的一门学问 那么从这个定义上来看 我们组织学要研究两种成分 一种就是我们的细胞 另外一种就是细胞外机制 所以我们把细胞和细胞外机制这两部分 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的一个整体的结构 那么这种结构就是我们组织学研究的内容 具体来讲 我们对于细胞和细胞外机制的研究 不深入到细胞和细胞外机制的细胞分子层面 而是研究细胞和细胞外机制之间的关系 特别讲细胞是如何在细胞外机制上分布 排列 组织 以及发挥功能的 那么我们在学医学课的时候呢 组织学呢 属于我们第二大基础医学课 组织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呢 我这个PPT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可能学过分子生物学 也学过细胞生物学 那么分子生物学是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命的 那么到了细胞生物学呢 我们就是说在细胞以维细胞为单位来研究生命 那么组织学呢 是在细胞生物学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 我们组织学研究完以后呢 我们组织学把我们的内容呢 又交给了解剖学 那么解剖呢 是在器官水平来研究的 有了这些基础以后呢 我们进入的生理学啊 是仅仅是看到人体各个器官之间的功能 如何联系的 所以我们来说呢 说分子生化组成了我们的基础 然后下来到了细胞生物学 下来到了组织学 到了解剖学 到了生理学 所以我们说组织学呢 是连接细胞生物学和解剖学之间的一门 桥梁性的科学 在这儿我还顺便也要讲一下 就是我们还有胚胎学 胚胎学呢 过去呢是跟我们组织学总是在一起的 因为我们很多的组织呢 跟胚胎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把胚胎学和组织学呢 进行了分类 那么胚胎学呢 主要研究 从受精段开始到一个胎儿 整个这个发育的全部的过程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组织学里面呢 我们不讲胚胎学的内容 我们只讲组织学的内容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只讲细胞和细胞外机制 是如何组织的 它们如何形成的 如何发挥功能的 这么一个学科 有了这些定例以后呢 我们再看组织学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 过去呢 我们把组织学的认为呢 是一个经验性的学科 所谓经验性的学科呢 就是以描述作为主要的这个对象 主要的手段 所以我们是描述性的东西比较多 而论证性的东西不太多 那么在描述的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过去的对组织学的概念呢 主要形成了四大组织的概念 这四大组织 那么这四大组织呢 主要包括了上皮组织 肌肉组织 神经组织和节地组织 这四大组织啊 那么这个 右边这张图呢 我们给大家列出了 四大组织细胞的基本类型 上面呢 是上皮细胞 下面呢 是个节地组织 中间呢 是肌肉组织 最下面呢 是神经组织 这个呢 是我们传统的 对组织学的理解 那么这四大组织呢 它们 这个分布不一样 功能不一样 它们和细胞的机制的关系 也不一样 我们首先呢 从这个 上皮组织来讲 那么上皮组织呢 它的分布呢 主要是分布在 各个器官的表面 各个器官的表面的 这些细胞 以及 线性的腔体 和形成 实质性的 这种 线体的 这个细胞 这一类细胞呢 都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 它们都是在 器官的表面 整齐的分布着 同时呢 它们的来源呢 也是一致的 它们通通的来源于 我们配胎当中的内配层 这是第一个 上皮组织 第二类呢 是肌肉组织 肌肉组织的细胞呢 它比较特殊 它呢 是能够进行收缩的 一类细胞 这类细胞的 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能够收缩 我们其他的细胞呢 基本上 不能够收缩 我说个 基本上不能收缩呢 是我们将来 在讲上皮的时候呢 有一类细胞呢 还可以收缩 但是呢 我们说的 其他的细胞呢 都不能收缩 主要呢 是我们的肌肉细胞 是能够收缩的 那么肌肉细胞呢 它主要来源于 中配层 和我们的上皮组织 是不一样的 上皮组织是来源 内配层 我们肌肉组织呢 是来源于中配层 那么第三类呢 是神经组织 神经组织呢 我们主要是指的 大脑 脊髓 和神经 这些细胞呢 是来源于外配层的 所以是和前面两个 又不一样 形成独立的一个系统 独立的系统 我们的整个的神经系统 我们在讲器官的时候呢 也讲神经器官 那么实际上神经系统 这个我们是 把这一类的细胞 通成为神经组织 那么第四类呢 是结体组织 这个结体组织呢 主要产生的是 在不同的器官里面都有 不同器官里面都有 它呢 主要是起到一个 滋生的作用 形成了 比如说像肌腱 骨骼 脂肪 等等 这样一些组织 那么这些组织呢 有时候呢 它和其他的组织呢 密切的相连 比如说和上皮组织 是密切相连的 像这个肌肉组织 有时候和这个 也有这个联系 但是呢 他们自己呢 独立形成一个体系 形成一个体系 那么这个 结体组织呢 它来源呢 是来源于中配层的 是来源于中配层的 所以我们从 中配层的角度来源说 我们四大组织呢 分别于来源于 内配层 这个中配层 外配层 这三个配层 而中配层呢 有两个组织 就是肌肉组织 和结底组织 是来源于中配层的 上皮组织 是来源于内配层的 而神经组织呢 是来源于外配层的 所以这样的 这几个概念呢 让大家需要掌握 这是我们组织学的 这个基本的一些概念 那么这本课呢 现在呢 我们说 有很多的新的技术 包括电子显微镜 包括细胞学的一些技术 包括分子生物学的一些技术 都融入到我们组织学 这门课程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组织学呢 是用了很多的 这种新的技术 来研究 来定义 我们这个新的组织 那么这张图 这张表呢 给大家显示了 我们目前呢 对于组织学的 一些新的认识 刚才我已经讲过 这个传统上组织学 认为有四大组织 但是我们今天呢 我们讲 现代的组织学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四大组织呢 根据细胞的功能 再进行了 更深入细致的分类 那么这包括了 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 讲上皮细胞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有 这个 肠道 血液 皮肤 等等这样的 上皮组织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提出了 这讲 结体组织的时候呢 我们想 把它叫做 支持细胞 肌肉组织和神经组织呢 我们基本的概念 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们最近呢 还专门列出了 生殖细胞 血液细胞 以及免疫细胞 等等这样的一个 不同类型的细胞 进行分别讲述 所以这是呢 现代组织学 对于传统组织学 一些概念的 不断的翻新 和这个进步 因为啊 我们现在拥有了 更为复杂 更为精细的 一些新的工具 特别是近几年来 我们这个 分子生物学的技术 细胞生物的技术 更是融入了 我们组织学 那么最近 特别是像去年 大家知道 这种单细胞测序 这种手段 已经广泛的应用 那么现在大家 对于组织学的概念呢 更是深入了一步 比如说我们利用 单细胞测序 可以定义 不同类型的细胞 不同类型的细胞 不管是在免疫系统 还是在我们的 过去的资质系统 或者说在我们的 过去认为的 上皮细胞当中 都会有新的 不同的细胞类型 以及它跟细胞外 机制的联系 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 现代组织学 是一种发展的 一个学科 而不是一个 固定的学科 那么有人说了 说组织学呢 你们就是研究 细胞跟细胞外 机制的这个关系 这门科学呢 作为医学 课程来说 它是已经 有很长的历史了 那么到了今天 我们说 这门古老的学科呢 也焕发了 新的青春 是因为我们用了 不断的 用了新的 这个工具 新的方法 好 那我们下来来讲呢 组织的定义 我们说 所谓的组织 是指 细胞 按照功能 或者按照 它的形状 来进行 排列的 一种组合 那么根据 这样一个定义 我们把组织呢 就分为两类 一类呢 是叫 简单组织 一类呢 叫做 符合组织 那么 所谓 简单组织呢 就是指 整个这个组织的细胞啊 都是有相同的结构 比如说 我们拿 脂肪组织来说 那么在脂肪组织里面 就是一个脂肪细胞 就是这个脂肪细胞 形成的 它没有别的细胞 那么 与简单组织相对应的 就是符合组织 这个符合组织呢 就是指的 这个组织当中啊 还有不同功能的细胞群 它不是一类细胞 是各种各样的细胞 有好几类细胞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神经组织 这个神经组织呢 我们说 神经组织的最重要的细胞呢 是神经元 但是除了神经元以外呢 还有 它的姿势细胞 叫做 比如说 心情细胞 还有免疫细胞 比如说 小胶质细胞 以及 上皮细胞 我们叫 管氏膜细胞 所以这几类细胞呢 一起 组成了神经组织 所以对于神经组织来说 它就不是一个 单一的细胞 而是由多个细胞 来组成的 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个定义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 符合组织 所以 单一组织和符合组织啊 是两个相对的概念 这个很容易理解 那有同学 马上就来问我了 说 单一组织 您刚说是由 单一的一种细胞组成的 而且我们刚才 举了一个例子呢 叫做脂肪组织 可是我们仔细要看脂肪组织的时候呢 我们在脂肪组织里面会看到有些血管 也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神经 但是我在这儿给大家讲的是 这类细胞呢 必须是指的这一个组织要完成一定功能的 比如说我们脂肪组织呢 是它主要要完成脂肪的存储 跟这个代谢 那么 它的这个血管供应呢 仅仅是给它提供了一些营养 而神经系统呢 参与到脂肪组织是跟神经的 是一个控制系统 所以我们严格上来说 把脂肪组织的神经细胞 和血管系 这方面的细胞 我们不算它的 同样的功能 当然了 有同学说 如果在严正的情况下呢 脂肪组织还会有严正细胞侵润 那么这种严正细胞侵润呢 它跟脂肪组织呢 它的功能不一致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单一组织 而不是符合组织 那么相对来说 比如说我们说神经系统 为啥叫符合组织呢 是指的神经系统的这几个神经元 星星细胞 小胶质细胞 以及这个 它的上皮细胞 管式膜细胞呢 它都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 组成了神经系统 它们之间发生功能的时候呢 都相互相影响 互相影响 所以在神经系统里面呢 我们这几个细胞呢 它是缺一不可的 缺一不可的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它定义为 符合组织 这是一个组织的定义 从简单组织和符合组织的区别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那我们下来呢 给大家讲 就是组织形成了器官 器官在形成系统 系统 那么所谓的器官呢 是我们解剖学上的定义 那么它通常的类型呢 是根据它的功能来定义的 比如说我们的心脏系统 心脏器官 肝脏和肾脏 那么这是一个单独的器官 当然好几个器官 然后组合起来呢 也会形成具有一定功能的一个系统 比如说我们讲的呼吸系统 从口腔 气管到肺 整个这是一个呼吸系统 它完成的一类功能 就是气体交换 还有消化系统 比如从我们的舌到食管 胃 肠 以及外分泌的腺 这个直肠 整个这个我们把它叫做消化系统 还有我们的泌尿系统等等 所以我们从这个来讲呢 单一的细胞 组成了我们的组织 组织呢 进行了符合组织 然后呢 组成了器官 器官最后呢 形成了一个系统 这就是我们的组织学 和其他组织的一个 和其他这个器官的一些关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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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